现在园子里的大鹅仅剩5个 之前买了50个 后来发现它太能吃了 不断的吃饲料 不断的吃草 感觉太多了 就卖了30个 还剩20个 但是因为冬天的时候 山上有一天没有人 这个大鹅 被邻村来的野狗 给咬死了15个 当时心疼完了 现在这个鹅已经开始下蛋了 每隔一天会下一下 基本上5个鹅 一天平均下来2.5个蛋 这个鹅东西 它不是所有的草都吃 有的草它不吃 它是选择性的吃 但是大部分草它都吃 我这还没发现它吃树叶 因为有的网友说 你这个果园里养着鹅 它吃树叶 吃树皮 吃树根 这个还没发现 总之挺好的 果园里养点小动物 尤其是还能给你下蛋的 是不是 不是